對於 228 跟白色恐怖的存在 就是女性的總統之後 是不是真的要成立調查和解委會 對 因為這件事情 在我的政治改革計畫裡面 有一條就是轉型正義的問題 那當然也不限於 228 因為台灣在過去的一段歷史上面 發生了很多的事件 那這些事件有些真相不明 或者是 釐清的還不夠完整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有一個委員會 一個公正客觀的委員會 來主導這個轉型正義的過程 那也希望在過去 很多需要釐清的我們把它釐清 讓很多人的心中的陰影 可以排除掉 讓這個國家可以比較團結的往前走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用意 我們 鄉皇豪 加油 鄉皇豪 加油 鄉皇豪 加油 我們接下來是由 姚佳文 然後總顧問 下位是由 吳昇潤 50年代 我們白色恐怖 案件平反 協定會的理事長 下一位是蘇魯騰 蘇理事長 是臺北市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 是過去軍法處看守所 也在這一個區域 今天我是以一個很沉痛的心情 來參加今天的這個聚會 很多前輩們 在五六十年前 都在這裡受苦受難 他們為台灣所做的犧牲 換取了台灣今天的民主自由 但是這一條路是很漫長的 六十年是很漫長的歲月 要經過兩個世代 那我們為了要世代的正義 今天大家聚在一起 能夠支持蔡英文跟陳建仁 來競選總統跟副總統 我們知道 大家的期待是很殷切 大家期待 我都知道 副主席知道我今天要來這裡 他特別告訴我 這個轉型正義 是民進黨 未來 政治改革中間 第一件通常要的事情 當然 做一個基督徒 我都聽說 罪人是可以憐憫寬恕 但是罪行一定要嚴加譴責 我們對他過去做的 不對的事情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轉型正義 讓這裡為我們受苦受難的人 都可以在這條紀念 這些真相也可以了解 唯有迫害人的人 被加害者 能夠誠心誠意的懺悔 那麼和解才能夠實現 大家說對不對 現在我們228跟 白色恐怖後援會 今天在這裡支持我們 我們知道 228是在台灣歷史上 一個慘痛的經驗 而這一個經驗當中 讓我們看到 這一些 了不起的前輩 很冤枉的 為台灣而犧牲 就在不遠的地方 台大醫學院 我們也有很多的教授 也是在228受難 他們當時 只是秉著一顆 悲天憫人的心情 同情這一些受難者 而努力的去救治他們 他們也這樣被犧牲 在當時那個年代裡面 也不只 不只 台灣人受害 我的岳父岳母 他們是南京人 他們34年的時候 台灣 戰後 他們就來到 台北 他們也被 害到沒有地方可以居住 既然要到 本省人的家裡面去避難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 接收的情形 我想那是一個很慘痛的歷史 不僅對台灣人 對外省人也是一個很慘痛的歷史 那樣的政權 極權獨裁的政權 帶來了多少的苦難 同樣的 228之後的白色恐怖 也是 是很多 為了爭取自由 民族 法治 人權的人 都受到了 嚴重的迫害 唯有一個 完全不講人性 而且 只為了極權統治的 統治者 才會做出 這樣讓人家 心痛 而且讓 受難者的後代 感到 憂鬱 感到 淒慘的 歲月 我們都知道 上週剛剛成立的 景美人權紀念碑 在12月4號成立的 景美人權紀念碑 上面有 7622位 白色恐怖 受難者 的名字在上面 但是還有很多 受難者的家屬說 還不只這樣 還不只 7628個人 我有一次 到 以色列 耶路撒冷去 他們有一個地方 叫做Holocaust 就是 在紀念 當時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被 納粹黨 所迫害的 猶太人 在那邊紀念 那是一個很 慘痛的地方 實際上 歷史的真相 一定要釐清 加害者 一定要勇敢的站出來 把當時的歷史 完完全全的呈現 而加害者 也應該誠心誠意的 去懺悔 去表示 是一個贖罪的心情 如果這樣 我們才能夠使 228 跟白色恐怖 這樣受難的家屬 能夠平安 能夠寬恕 能夠和解 今天在這裡 大家組織這個後援會 我們曉得 大家對小英主席 還有我 有很多的盼望 希望我們明年 如果能夠勝選的話 一定要 再一次的 為 228 跟白色恐怖 這些受難者 跟受難的家屬 做一個更好的安排 蔡主席說 如果他進了總統府 他會 總統會成立一個 會成立一個 調查和解的委員會 讓真相能夠大白 就剛才 像剛才陳醫生教授講的 現在有很多的資料 都為了 這個個人保護法 這樣的一個關係 並沒有公開 也只有對部分的家屬公開 但是歷史真相不是這樣 我們除了家屬受難以外 更重要的 我們要讓我們的子子孫孫了解 在一個特定的時空當中 台灣人承受了多少的災難 而這些災難 是可以透過懺悔 毀罪 然後呢 得到了寬恕 得到了和解 那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些資訊的公開 我們一定要來好好的 透過立法院來立法 要立法 剛才醫生也講過 我們一定要國會過半 才能夠改革成功 如果國會沒有過半 沒有好好的法律 我們也沒有辦法 得到很好的還原真相的機會 當然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在這一段集權統治的時間 我們看到了不斷擔場的處理 那不斷擔場的處理 一直沒有一個很好的對策 原因就是沒有很好的陽光法案 所以如果國會過半 改革成功 我們會把這些不斷擔場的 擔場的處理也好好的立法 那這樣子我相信大家才能夠心靈平安 大家說是不是 真相和解都是很重要 但是事實上我想跟大家講的 今天我們和解不是算舊帳 而是要給我們的子子孫生說 是的台灣人是可以反省的 是可以改過的 是可以懺悔的 然後更重要的另外一邊受難者 他是可以寬恕的 他是可以憐憫的 他是可以維持一顆寧靜的心 然後大家彼此和解 使台灣更好 台灣要更好 我們我們願望的是什麼 願望的是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人權的保障 真正的彼此關懷 如果這一點我們做不到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 成為是一個很現代化的民主自由的國家 也只有這樣做 台灣才會放射光芒 讓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看得到說台灣這一塊土地 真的是上帝祝福的福利 是充滿的如此的彼此相愛 立即在自由和平法治跟人權的全球價值上 這一件事情我相信 對於任何現在還處在極權的國家當中 是一個很好的啟發 也是一個很好的典範 所以今天我要在這裡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跟太主席跟我一定會肩負起這樣的一個重擋 如果明年我們勝選 國會過半 那我們希望這一些轉型的正義 都能夠一一的實現 也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們 也再次謝謝大家 你們的先人 還有你們自己這些家屬們 確實為國家 為台灣 為台灣的所有的子民 做出了最大的犧牲和奉獻 我在這裡深深地一直說 也讓我們藉著剛才的鐘聲 來追念這一些不信事實的人 我相信他們在天之靈 一定跟我們在一起 也願意說 台灣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民主 越來越自由 越來越尊重人權 所以說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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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謝謝